我爹今天来我们家了 你爹来我们家干啥呀 一时不能来呗 我跟你又不算是结婚是吧 我俩只是同居啊 那早晚要结婚了嘛 你在说什么话呢 结啥婚啊 你都二婚了还结啥婚啊 你都嫁给别人过了 然后我再跟你结婚了得多丢脸啊 那你没结过啊 我没结我不用结了 只要有个女人跟我生活 我觉得就可以了 不说这个了 再说了 你也带一个小孩过来跟我生活是吧 结婚我觉得说出去我都丢脸 你那些亲戚早晚都会知道的啊 知道就慢慢知道就得了呗 你爸知道你就 你先丢人了 那你就不要这样子啊 那我娶个二婚了 你还要我啊 现在天天说我心里面可难受了啊 二婚了二婚了 对啊本来呀你就是二婚了呀 我又我们又不结婚 没结婚啊 又不像又和你家呢 也不算是亲戚 那你弟来干啥 说的都不是人话呢 什么啊 你要你要真正嫌弃 我现在走好了 走啥走啊 你一个人带娃啊 带你前夫的小孩啊 不想让我走你就好好说话啊 嗯说啥嘛 我能说啥 我弟今天来呢 他他说想来住这里 你看你家房间有点多的 就让他住主卧吧 他对这个房子很满意 想来住这里 你弟来住这里 有什么问题吗 哦你带你前夫小孩来住这里 我觉得就够挤了 就够刚好了 还还让你弟来住啊 刚好啥呢 那你不是还有房间的吗 空的呀 那房间我是想以后 你给我生小孩的以后 那房间是给我们小孩的啊 那不是没生嘛 现在先留给我弟嘛 我弟我上来玩都没地方住 没生 那你打算是不做给我生嘛 啊等我小孩大先 等你小孩大先 你个二婚女人 嫁来给我啊 你只想着你小孩是不是啊 一点都不为我着想是不是啊 这证明我是个好女人啊 好女人 你在跟我过生活耶 啊衣食住行 都是用我的 你不为我考虑 不为我生孩子啊 你要不要给我弟留房间 那房间 我是要留给我以后的小孩的 你现在没小孩 就想让我弟住吗 哦他住 他住那 那你 你又不想跟我生个小孩了啊 到时候你要说 小孩生下来住的地方都没有啊 我们家小啊 哎呀 我说你这个人啊 怎么这样子呢 现在没人住 我让我弟来住怎么的吗 啊 你弟我看你弟也不是傻好人 一天天无所事事有所好闲呢 你是好人啊 他来这里干啥 他有工作吗 有收入吗 嗯 哎来住这里就去找工作了呀 来找工作 我看到这个人根本就不想工作 是不是看上我那两台电脑啊 是不是想来住这里然后打游戏啊 然后让我们养他啊 是啊 我看他那个人无所事事有所好闲 根本就不想干活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吧啊 那我就不让他来呗 你不让他来啊 不让他来住呗 那我走 你走哪走啊 啊 我不要彩礼你就这样欺负我啊 感觉我不值钱啊 我要做什么都反对 难道你还很值钱啊 你都嫁过人了 我左娶你 然后你还带个小孩过来 我觉得我都已经很很包容了 知道吧 你嫌弃就不要跟我在一起啊 啊 我是娶不到老婆 不然呢 我谁想跟在一起啊 气死人了 啥气死人了 说话那么伤人呢 一句话 给来还是不给来就完了嘛 我就说了不给来啊 就我们就说二婚了 二婚了 那不给来啊 你能拿我怎么样啊